明天艾米就要去湖北电视台去表演了 结果这个家伙到现在还没有脱稿呢 带你们去看看啊 坐在窗户上在这里读 怎么样了 最近啊 已经废掉一点点了 但是有些细节好像不是特别熟练 那明天就要上台了 没关系 我可以马住 但主导就是一个自信 既然这么有信心 那就不读了 行 先来看鱼吧 你的鱼到了 耶 拆完小鱼 享受我最后的轻松之后 我就要继续努力的背稿了 明天上台可不能丢大人了 这种小木鱼 买这种比较大的小木鱼 哇这一条大 是的 它里面装水有点小 有点少 我们先给它泡着吧 过水是吧 给它泡着吧 哇 哇 这次可以啊 是这种小银鱼看到吗 是的 你看它的那种水都很清澈 都活着 我们找个东西把它装起来吧 跟小蝌蚪一样的 吃得好小 一小群 六角可能吃得肯定爽歪歪 好了 那我的木鱼 现在也赶快开封吧 它这个的话它二到三天都不能吃饭的也 哎呀 哎呀有的好快活呀 这下它大多了 它们瞬间就小了 是的 它们就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它的孙子 看一下我们家乌龟有没有长大 哎呀真漂亮 小鱼蹦到拿铁鼻子上了 拿铁说真的是当个旁观者还会被搞 拿铁说我真的是活了 马上喂你吃啊 来了 会不会吃啊 不吃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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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严了 她怕了一 哎呀不吃啊 我献 一直在躲 有了有了有了 啊 就被这条鱼放进去吧 她想吃就吃散了 行 不吃也就算了 安米放了两条这小秘密鱼给乌龟 饿了让它自己吃 继续读要脱稿啊 哎呦我真的是кол饼 以后习瓜极这么解释呗 还结束了 你看你的动物呢 这三个颜色已经积齐了 乌龟咱家也有了 金鱼 青稻夫 粉红沙 你啥都齐了 螺没有 给我买条螺 螺肯定是要给他买的 因为我们养那个鱼池上面 有那个青苔了 是的 然后青稻夫又不吃 搞点螺让他给你消灭消灭 对能养起一个动物 也是我最大的爱好 明天爱你就要去比赛了 大家记得跟我们加油 明天到比赛现场看我比赛哟 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